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下一波就可以锁定东协国家了 政府是希望在2012年以前 跟两个国家来签署FTA性质的经济合作协议 而第一阶段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政府释出的新加坡 而第二阶段的东协国家 包括像是马来西亚跟菲律宾 还有甚至这个纽西兰 其实都有机会 他们下一波能够锁定 来把这个台湾的竞争力 能够经济竞争力 能够真的走出去 不过呢 现在所谓的这个国内的 这个所谓的经济发展 这个招商的这个动作 也因为这一段时间的 所谓的环平的争议 好这个中科三期四期呢 都有面临这个喊咖的情况 而企业呢 也就觉得说 他们是最大的牺牲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还敢来投资吗 而现在呢 吴敦义他也说了 他会这个尽力呢 来这个来处理这样整个问题 不过呢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厂商 希望是在这个下个礼拜的时候 下礼拜一来提出抗告 最快的时间其实也可以 尽速来做一个解决 不过呢 是否这个所谓的争议 就能够在这个最高法院 能够来做一个落幕 光晴 其实我的看法就是 辉文跟这个刘大哥 他们同时讲了 不同的两个结果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 我还是比较中立的分析 就是说如果是输了 我们刚刚大概都有提到 就是说就是现在这个结果 厂商蒙受很大的利益 那民众的话 就是当地的民众 他们可能就对 这个废水的这个污染 他们比较说因为有个环瓶 代表这个政府还看得到这一块 那我觉得第一个 那在这个民进党 他们常常的公事 就是说你仲裁团 你亲环瓶 或是亲农民啊渔民 他们这条战线 可能因为这个事情 他们是可以止血的 因为如果行政法院 这样那政府也说 我们遵照 依法行政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脉络 但如果赌赢的呢 赌赢的话 负面效应还会产生 就是可能大家会问说 哎呀那第一个 第一个效应会说 这个最高行政法院 你何以做出 跟高点行政法院 不一样的判决 你同一个反平 同一个案子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 如果厂商信赖保护原则 这个部分 没有办法说服人的话 没有办法在法上 这个情理法上面 这个道理上扶人的话 我觉得大家会怀疑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不同 那第二个说 如果说有大逆转 我们常讲说法律上 有大逆转的话 赌赢的话政府赢了厂商也笑了 就说而且用专案的形式 最快的方式帮我们解决了 伤痕还在 但是他们目前为止 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讲 最好的状况 总比现在吧 这个急着像热锅上的蚂蚁 要跳脚订单也不敢接 今天另外一家 除了友达之外另外一家 他们也跳出来说 50亿热腾腾订单不敢接 那如果说是后来是 一个好的结果的话 他们伤痕还在 但是这个伤痕能不能化解呢 会不会说那以后我是不是小心看 你政府或说你法院 你如果进行法院的话 你政府的开发案我都不敢相信 那第三个就是环平的问题 环保的问题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农民这边 渔民这边他们也会 请这个律师继续去处理 那他们会不会用抗争的方式 会不会给人家一个印象说 你这个马政府跟过去的贬政府 或者说你这个马政府上台 你果然 你对一个高等行政法院 已经裁定了要你们停工的 停止开发的一个案子 最后都可以法律大逆转 那把这个废水污染的问题 丢给还款 朱宇明的话 那这样一个政府 他们又会起一个抗争 而且过去我们谈论这个问题 是不是环保的问题 可不可以解决 其实是可以有效的去控制 控管的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其实这个东西是政府有待去努力 所以我们讲这两个结果 那我的分析是看 刚刚慧文而且他两次以上 他举那个乌敦义 乌敦义何以在这个事情上 他可以跟这个法院对抗 甚至那么快的时候决定说 虽然前面有一段环保署 不是怪国科会吗 说这个许可是你们发的啊 所以才有厂商说 你们到底是几个政府 可是当乌敦义跳出来 你有没有发现 包括国科会环保署 通通又在同一阵线了 对对对他们至少内部整合了 由乌敦义出来讲说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政府 所以他拉一下前朝政府说 这个你不要怪给我们 这是扁政府时代的 他们一直在强调这个 但是我也不能嘴巴这么说 可是说了没有说了 好那我们现在怎么处理 口径一致的说 我们某种程度我们要 体谅而且保护厂商的 这样一个权益 所以他先就法律上讲说 啊停止开发而已嘛 你们继续干 你们继续照样接订单 你们照样不停工 我隔魁可以做保证 那他凭什么这么酷 他凭什么认为说 我根本连赌都不要 我已经告诉你结果了 我们敢这样干 这背后是不是 已经某种程度 他们有一个疏通的管道 已经找到一个解套方案 而这个解套方案是 他们非常觉得有把握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连结说 为什么一堆人 不找你吴敦云 我找马总统了 这个就是牧童瑶子信花春 这个部分缓解 如果能够解开的话 我觉得如果马总统 可以出力的话 那这中间这个 这个什么 有待我们下回去分解 因为这有一些 这个内幕 我们就不得再讲 光轻讲的意味深长 我是建议现在先停工 那赶快提抗告 然后由最高行政法院 来做裁定 看他是要 要抛回 发回 要自回裁定 那没有关系 但是他 我相信最高行政法院 会有他的智慧的 他们会 可以不受任何的外力 能够做出最正确的裁定 那当然审判本来就这样嘛 但是他因为他们最高嘛 所以高度不一样 看的视野就不同了 看的视野不同的话 你说上级法院 跟改下级法院的 不管是裁定或判决 经常有的事啊 但是他一更改 就是以他为准了嘛 那我相信他改了之后 他的理由啊怎么样 会有交代 会告诉你们以后 行政机关你的权限是在哪里 那环保以后 你们应该怎么做 会给你画一些线 画的结果呢 就让行政机关所属 行政机关单位 有所遵循嘛 不要说那你 你到底几个政府 法院也是广义 我们广义的政府里面的一环 你不能说 法院都跟行政院打对台 那行政院完蛋了嘛 一般来讲不太会了 其实早期的打行政官司 民众几乎都输了 因为法院跟政府是在一起的 是慢慢的 法院重视民众的权利以后 还有政府打官司输 是慢慢这个人权上来了 以后才有这种情况 那我们就看这一次 最高行政法院 对于所提的抗告 要做什么样的裁定 最高行政法院他做出的 这个裁定也要 让大家能够信服 包括了他如果做出的裁定 是站在厂商这一边的 是否是厂商 在这个所谓的不足的部分 像之前大家所说 健康风险评估的部分 其实他们真的是能够提出来 能够说服最高行政法院说 这个裁定呢 其实是他们可以安心的来裁下去 否则的话 大家也会质疑说 最高行政法院 你所裁定出来的 这个公信力 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最高行政法院的财定就三种 一种是自为裁定 那这可能性是很低很低 就是说 最高行政法院看看这个 捐证之后 那我来裁定好了 那高等行政法院你的裁定不算 自为裁定的可能性很低 那第二种 就是刚刚光琴讲说 那种赌输了 就是说他驳回 看不到驳回 那就结束了 那行政法院就输了一屁股 那如果发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是比较可能的状况就是说 就是颁很多法条出来说 你们这个地方 好像考虑不是很周到 那你们再裁定一次好了 并没有叫你裁定 这个继续或是这个撤销 他并没有叫你再裁定一次 那这样的状况 我是觉得说 对 当然对中科三四期的这些部分 当然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马总统面对的 不是只有中科三四期 包括六亲跟八亲 这个主持人我可不可以请 那个刚刚文鲁斌那个 因为文鲁斌他点出来那些案子 这大家看都很清楚 那个都是阿扁政府时代 谢长廷 苏贞昌 蔡英文 他在当高官的时候过的案子 那这些案子呢 包括中科三期三年都延续到 目前我们现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包括国光石化就是八亲嘛 六亲扩建 不就是苏资奔当下去跪的吗 都六亲为什么扩建什么 都是这个我要强调重点说 这个我呼应吴敦义讲的啦 这不要人言人语 因为这是建户洗衣楼的嘛 延续的嘛 因为搞不好马英九 2012就下台了 又换民主党执政那怎么办 我举个例子 这个是昨天晚上在这个高雄 就是中钢的一个子公司 叫这个中钢探数 他发生火警 现场有两百多个居民 跑去抗议 抗议 你们这个 这个抗议 那以后是不是 只要有类似这种环保的这种 公安啊 或是火警啊 或是意外的时候 然后居民就哇 所以我说那不是只有中科 三四级的问题 包括六亲八亲 包括这个中钢的子公司 他一发生火警就这样子 那我必须讲 就是说 我不是故意要批评有台的节目 但他们昨天的论点是说 那为什么彰化的民众 要有这种待遇 为什么云林高雄的民众 要这种待遇 他们认为这些工厂 应该搬去关渡啊 台北市那个关渡啊 我也没什么意见 那搬来啊 那你看苏仁商怎么选啊 那我们的首都旁边 有一个这样的示范 我也不反对啦 坦白讲 因为你也不能说 一直盖在云林彰化或是高雄 可是我要请问大家说 你是在解决问题 还是在制造问题啊 你是在化解对立还是制造对立 这个你一定要很清楚的讲一下嘛 这个是之前 谢长廷在这个民进党总统会讲的 谢长廷反八卿 要蔡英文列入十年政纲 那谢长廷讲的话其实是矛盾 为什么 因为当初这个八卿 就是你那个国光石化嘛 谁通过的 就是扁政府通过了 那个刑政院长就叫谢长廷 谢长廷下一任刑政院长 叫做苏贞长 所以本来他们是 民进党政府是要做国光石化的 然后现在到底做不做 他们说要再重新检讨吗 不不不不 那民进党讲 那你要或是不要嘛 那当然国民党现在百分之百要负责说 那我现在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要解决 而不是 现在的情况之下 我是觉得武敦已经没办法处理了 你看这些问题 哪一件武敦处理的好了 六亲 八亲 三亲 四亲 大谱的 相思聊的 什么什么 天撩羊的 你就哪一件武敦处理 武敦已经没办法处理了 马总统你再放他处理 变成马总统每天在打电话 不行啊 不能每天打电话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马上回来